近日电影萧红首次发布会在京剧行 导演霍建起率主演宋佳等亮相 当天宋佳的上衣很是鲜亮喜庆 发布会现场节目了最新版三人海报 海报中宋佳 黄绝 王仁军三人同床而卧 当提到爱情时宋佳表示女人都是情感动物 每个人都需要爱情 都很渴望爱情 然后希望我们都有好的运气吧 可以遇到自己心中想要的爱情 我还是觉得萧红特别打工我的一个地方在于 她是一个真正的精神世界高于一切 精神追求高于一切 这个跟任何关系 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 你说物质 钱 字 所有的东西都没关系 特别纯粹 这个也是她特别迷人的地方 巧合的是 由许安华指导汤伟主演的《命运黄金时代》 同样讲述萧红的故事 提到两部片子对比 宋佳豪爽地说 我不觉得有任何优势 因为我觉得演戏任何作品的呈现不是一个比赛 对 而且说真的 我特别想哪天碰到汤伟好好聊一聊 就是我挺期待听到她说的那个感受的 因为毕竟两个人共同演一个角色 我会特别想知道她的那种心理状态 因为我猜想她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 一定也很艰难 很不好过 当天宋佳还透露导演霍剑奇非常注重影片细节 对演员的服装道具都会亲自监督 在化妆等细节上霍导演要求严格连他眼影里的浓淡度都会在意 甚至会偷自己太太的旧衣服来当服装道具 而导演霍剑奇也自爆称 是好多演技穿过 赵薇拍的情人节穿过这件 情人节是我的一件毛衣 然后桃红拍生活秀 然后还有谁我忘了 到他这儿了也穿红毛衣 同一件出现的 我就先找那种出现的那种颜色挺红的 挺对的 好